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它有實作的四個方法 那四個方法其實主要 我發現好像主要幾個 第一個就是Gate Counts 所謂Gate Counts就是說 你的目前你有幾張圖 那有幾張圖我們就可以根據什麼 根據image.lex 那image.lex實際上就是指的是哪一個呢 因為我們上面不是有宣告一個什麼的 image的一個陣列對不對 那陣列裡面有123一直到7 所以那個lex有回傳回來就是應該是多少 就是7嘛 它的長度是7 不過特別注意它index是從0開始 所以它的編號是01234到6而已 這個觀念要有 好那再來的話 那個Gate Counts一定要 然後呢再來就是Gate Item 那Item的部分的話通常都會給Possession Possession就是目前的位置 一般的話特別主要你就把這邊改Possession 然後這邊return回去也是一個Possession 然後Item ID也是Possession Return回去也是Possession 不過印象中好像這兩個 沒改好像也都沒有關係 這個部分我想各位再試試看 那再來的話呢 就要取得哪一張圖 第一張圖先取得 對不對 0 然後放到那個Adapter裡面 再放第2張 放第3張 一直到放在第7張 那我們要怎麼把圖 放進來 並且放在哪裡呢 放在一個Image View裡面 所以這裡的話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比較困難一點就是 必須要自行建立 再創建一個什麼呢 一個Image View 那Image View的名稱叫IV好了 我就New一個Image View 然後後面特別注意 一定要傳一個參數給他 這個參數呢 一定就是要什麼呢 剛剛我們建立的這一個 也就是說你現在要放在哪一個畫面上面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是給這個Image View 後面要傳一個A 你不能亂給 OK那第2個的話呢 它Scale Type 就是說它縮放的方式 那我們就用什麼呢 用Fist Center就好了 其實你這邊可以用點的 它自動會跳出來 點 自動會有這麼多 那你就找到一個Fist Center 點兩下就可以了 它自動會出現 就是自中 再來的話呢 它要多大 那這邊的話呢 Set Layout的一個參數 就是它的那個 大小 那因為我必須要放在Gallery裡面 所以這邊的Gallery裡面的話 那後面 我把它給它一個 大小大概100 寬高100 寬100高100 給它這樣的數字 再來的話呢 我就 取得什麼呢 現在 因為是第幾張 一般的話 這個Adapter會用0 1 2一直到6 所以呢 你要取得現在第幾張 它就自動幫你創建 總共會有7個 小說圖 那最後的話 要把它Return回去 就會創建第1個 第2個第3個 一直到7張 OK 那這樣的話 你把它Save之後呢 就可以把它Run一下 我們來Run起來 給各位看一下 那這個地方Run起來 應該就可以看到 我們要的結果 第一個就是上面 應該有7張圖 OK 我們來看一下 應該有7張 從第1個 1 2 3 4 5 6 7 OK 到這裡為止 到7 剛剛跳開 到7張 只有這樣而已 可是呢 這樣感覺 還有 兩個地方不足 第1個就是說呢 我要無窮輪播 怎麼無窮輪播 可以一直播 一直播 不會停 向左向右 永遠都不會有鏡頭 第1個 第2個的話 當我要點這1張的話呢 那這1張要往下 要跳到下面來 這個好像已經做 點了要跳到底下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你就必須要建立一個 在這邊建立一個 事件 當點了其中一張 下面要顯示出來 OK 兩個部分要做 那無窮輪播的話 該怎麼做 其實在那個上學期有提過 稍微簡單 複習一下 首先的話呢 無窮輪播呢 在Get count 這個地方 你必須retend回去 我們是只有7張 那這邊要告訴他說 喔這個數字是 無窮的 那你可以怎麼給他一個數字 Retend回去 你可以講 給他自己輸入一個 很大的數字 可不可以 可以啦 可是 這個數字已經多大了 個十百 千萬 十萬 百萬 千萬 億 十億 這樣應該 不會有人 手 應該不會有人一直播 播到十億次 手應該已經差不多 已經 手已經受傷了 應該不是手受傷 可能 板子那個觸控板也受傷了 所以你可以給這麼大的數字 OK 或者是說 上學期 另外有一個方法 就是你可以用 Image的最大值 Integer 就是整數裡面最大值 就2的32次方 也可以啦 第一個你可以給一個很大的數字 第二個的話 你可以在這邊用一個什麼 Integer 這邊的話你可以打一個Integer 有一個類別 叫Integer 就是在Drama裡面有一個類別 就是整數的 點 點之後的話 它有一個最大值 這個Integer Integer點 點下去 它會有 那這個應該要 要做賄賂嗎 Integer 我先把它 油標放上去 Integer Integer 點Max 這個應該是 直接就可以 Integer 等一下我看一下 這個 Integer 點lex Return回去的是 一個 Integer的最大值 點 它如果沒有 自己打上去 Max Value 最大值 或者給它一個數字 我這個地方再查一下 你可以給它一個 很大的數字 或者是說Integer裡面的最大值 然後 第一個 這個地方改一下 第二個的話 你給它一個什麼呢 這個Image Possession 部分的話 那因為呢 這個Possession 它一定是0 1 2 3 4 到6 然後往後面撥的話 它會變7 8 9 10 11 一直在增加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它永遠是在0 到6之間 無窮輪播的話 特別注意 請你在Possession後面 空一格之後的話 加上一個Mod 就是求余數 那求余數的話 就是求什麼余數呢 求它除以 就是 這個 這個 什麼呢 這個總章數的余數就可以了 所以總章數 應該是多少呢 這邊的話 你可以輸入一個 Images 增加 增加 總章數的余數 那這樣的話呢 它永遠都是0 1 2 3 4 6 0 1 2 3 4 6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把它Safe一下 看一下 求余數 然後這個是章數的話 我們可以Return一個很大的一個值 把它 執行起來看一下 改這個 跟改這個 兩個地方 做一個修改 修改之後我們來看一下 傳送過來的話呢 如果給它一個很大的 我們來看一下 有沒有無窮輪播 有沒有看到 無窮輪播了 有沒有 這個部分的話呢 就它永遠不會有鏡頭 除非說你 一直播 播超過哪一個數字 超過這個數字 那就會bug 不過理論上應該是不會啦 不信的話你可以試試看 那當然沒有那麼無料 不過它這個很順 它會一直跑 OK 試試看好了 兩個地方修改 第一個特別注意 就是Return回去一個很大的值 OK 然後呢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把 底下的那個Possession 再把它Mod 就是要求什麼呢 求余數 就是除以 總章數的余數 OK 把畫面的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然後 剛剛這個地方 如果它產生那個 Integer 最大值的話呢 那其實這邊 我剛剛應該 剛剛是拼錯了 Integer 點 點一下應該就出來了 打一個M 最大值的話就是 MaxValue 它的值的話就是這個數字 基本上我印象中是 32位元 應該是 2的32次方 所以這個數字應該是 一般人不會超過這個數字 所以這地方的話你可以給這個 Integer.MaxValue OK 那就可以 把這個數字打上去 再來的話呢 最後我們還插一個地方 就是說呢 這個地方 連結 然後呢 再給Adapter 那這邊的話還要加上什麼 第3什麼 建立事件 這個建立事件就是當呢 使用者怎麼樣呢 當使用者 點了上面的 這個Gallery之後的話呢 那他要產生什麼樣的動作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直接輸入 這個建立事件 建立事件 那事件怎麼建立 很簡單 直接跟前面一樣 Gallery 特別注意 他的事件的名稱 叫做那個 當點 一樣是set 其實用 set什麼 set all就可以了 一定是set all 大部分都是set all 但是呢 這個好像set on clicker 會有問題 所以這邊的話請各位 寄另外一個叫set on item slate on item 就是 項目 slate 被選取的時候的一個 Listener Enter之後的話 後面就加一個New 一樣的動作 New之後的話在哪邊建立Listener 在Gallery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Gallery的 原件名稱 複製一下 在這邊把它貼上 然後點下去之後的話也是一樣 把set後面這一串 一直到刮壺前面的把它copy起來 點之後的話 這個我想跟前面那個 任何的 原件建立方法流程一樣 然後小刮壺 大刮壺 然後一個 一個分號 接下來的話呢 移動到上面之後 新增會司做方法 這樣就可以了 點下去 那再來的話呢 當我點了上面一張 一定會有一個 回傳哪一張 哪一張要 要怎麼樣的 秀在下面 所以我要怎麼樣秀在下面 下面那個的話叫什麼 Image View 那我要怎麼讓它秀正確的那一張 就是在Image View底下 貼上去就可以了 這個物件名稱點 set image 它有個image resource的一個方法 就是呢 你要去取得什麼呢 現在哪一張 那會有個resource的ID 所以Enter一下 那我們resource的ID在哪裡呢 實際上就是上面的這個 有沒有 這邊不是有個陣列嗎 就是上面這個陣列 那我要怎麼知道哪一張 這個是012 一直到6 0123456 總共7張 那我怎麼知道哪一張 特別注意喔 這邊的話呢 請各位注意一下 它點下去之後的話呢 會回傳給我一個什麼呢 給我一個這個 在裡面的話應該是arg2 這個arg2就是 它點下去的到底是哪一個 哪一張圖的位置 那傳過來的話呢 第一張會是0 第二張會是1 就是透過什麼 這個 int arg2 那一般你也可以把這個名稱 改成叫做position 比如說你這個 我的程式碼 在舊的程式碼裡面 會把arg2把它改成這個position 你也可以改position 或者你不改沒關係 你用arg2 你就知道說這個arg2 就是點下去 到底是哪一張 那我們怎麼去把哪一張取得呢 其實就可以 在這邊 打上一個什麼 image 這個陣列 images 然後一個中瓜弧 就是取的陣列第幾張呢 就是 arg2 OK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取得 到底第幾張 比如說點第1張 它就是0 那過來的話 arg2 就是第1張 就0 它自動會取得什麼呢 這個裡面的 這個 所以這個 就會自動怎麼樣呢 把它從 陣列裡面取得 之後的話呢 就丟到這邊來 它就知道說 我要把這一張 給它秀出來了 但是呢 如果說你將來希望 無窮輪播嘛 那無窮輪播的話呢 如果你現在這樣執行下去 當然在第1次OK 可是後面的就不OK了 為什麼 因為它傳過來的值 就會不正確 也就是會秀不出來 我們來試試看 比如說我現在呢 直接播 比如說像現在這個點下去 第2張應該OK吧 對不對 第3張 OK 還在亂 這1張OK 這1張 OK 這1張OK 有沒有 可是呢 你會發現 跳到後面 在這1張OK 點下去 為什麼呢 因為點下去的時候呢 它已經 012356 這個已經變多少了 變成7 可是呢 7 陣列裡面有沒有7呢 沒有啊 超過了 所以會這樣 找不到 找不到就有bug 那怎麼辦呢 一樣的道理 也就是如果你要 能夠無窮輪播 也可以完全 可以找得到的話 很簡單嘛 就給它什麼呢 MOD多少 就是總張數就好了 所以這邊的話 你就再打上一個 Images 跟底下一樣 點 lex 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求什麼呢 求 除以 總張數7 之後的餘數了嘛 對不對 那求完之後的結果 我們再把它save之後 來run一下 那這樣的話呢 應該就不會有問題了 可以來試試看 這個地方 把它重新run一下 重新run一下 OK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 第1張應該沒問題 第2張 第3張 莫德總張數 第3張 錯了 為什麼 這個要在哪裡 這要在裡面 OK 這要在刮虎裡面 計算 OK把它save一下 那這樣的話 run出來應該就會是正確的 特別說 這個刮虎應該 這個要在中刮虎裡面 OK OK 好 電腦速度還是要夠快 不然的話 就要stand standby OK 那這地方 往這邊 跑 跑 跑到 這一張 剛剛有問題 點下去 沒有問題 有沒有 而且你看 沒問題 很順吧 如果你這樣子 一直往這邊跑 一直往這邊跑 都不會掛掉的話 那表示你這個地方 是OK的 這個方向 像這個方向OK 像這個方向不OK 所以還是可以再改 就是往 如果往那個左邊的方向 往右的話 應該沒問題 OK 那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試試看 把這地方稍微改一下 那主要就是說 我們剛剛建立那個事件的部分 用那個set on item slate 這地方 第1個 第2個的話 就是我們 如果要讓它 無窮 輪播的話 記得 它傳過來的 第2個參數 就是它現在點的位置 在mode 我們的總章數 就會得到 我們是後面的 那個位置 會是正確 OK吧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試看 好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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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